这才是真正的阶层化约 外界嘲讽西梦瑶母平子贵 是豪门改善基因的工具 殊不知他已经成功踏进了商界和演艺界 这是郭敬明新剧的路透 令人意外的是还有西梦瑶的戏份 只见他和侯明浩在河边对台词 态度十分认真 除此之外 西梦瑶今年还去北大读了工商管理 接着现身四太管理的酒店 甚至还和侯友军四太一起参加了商业聚会 足见他的事业已经不再局限于模特权了 而他实现阶层跨越的计划 早在生完赌王长孙后就开始了 身体还没恢复好 他就急着上综艺 在娱乐圈刷脸的同时 他也没闲着 于次和侯君外出归来问他吃没吃饭 结果西梦瑶却因为学习饿了肚子 为了弄清楚学习中的问题 他还在微博上私信了经济学教授 奈何对方没有回复 和侯君看他这么苦恼 并借着节目帮他在线求知 也就是此刻人们才知道 他并不想做豪门礼的金丝卷 他让你三百奖的课都听完了 他是真的听完了付费完了 该做的都做了 他还写了笔记本 而这段综艺结束后不久 西梦瑶就怀了二胎 这次生产后 他仍旧火急火燎的回到了大众视野 先是在社交平台分享爱用户 身体恢复后就去走秀代言 然后就是现身北达课堂 和思泰一起巡视酒店 就连何又君和妹妹一起看演唱会 他也没去透热闹 直到如今他又拍了影视剧 这一步步都是他稳扎稳打走下来的 足见他并不是傻白天 反而十分懂得借力 既有头脑又有耐力 总之从走踢台到嫁入豪门 再到勇闯娱乐圈 准备接手赌王家族的生意 西梦瑶不外乎是给自己开了一篇女强坟 再加上如今他和何又君夫妻恩爱 儿女双全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所以我想对于嫁入豪门的女性来说 自身价值才是更重要 毕竟值钱比有钱重要太多了